他说你关键是 你满足不了孩子这个要求啊 孩子后来跟我骑出来说这么说 他妈妈那个什么 我说我去年我的户路过不来 你的户路是过不来的 我说你就甭想了 我说妈妈都失望了 妈妈都不想再骑这个户路的事了 你跟他这样说之后孩子怎么说 孩子说说你咋知道 你又没跟奶奶说 你又没跟奶奶说 我说那你有本事你跟奶奶说 我说我没有信心跟奶奶说了 他说我要上大学 我说你上大学不符合小姐 我说你不是北京户国 第二我你上不了好的学校 他为什么呀 我说你不是北京户国呀 要么你在老家上学 你在老家上学 你出生他已经在老家 就已经毕业了 毕业完了之后 你就不能说 是在重新考高中了 还是怎么着 我纠正一下您 其实要说孩子没有资格考大学 这个倒不是这么回事 孩子在哪都有资格上大学 但是您可能会觉得 如果户口落在北京的话 对于孩子上学 可能会更加顺利 那肯定了呀 那将来 对呀 孩子的社会关系 肯定都是北京这块来 那你老家肯定不一样 我愿意在孩子 在北京这么发展 孩子现在不是 就是正常的非常时期吗 那孩子不是青春期 那很关键的 再加上我也不愿意 自己的孩子上 老放在老家呀 我关键是想跟孩子在一起嘛 对啊 好 怎么了